一步到了中山坦州的感受国际花城 再次看一看 感受国际花城已经加推了11座的望湖产品 之前的话大概是在今年的端午期间 加推了有5座的 可以说现在是短短两个几月的时间 5座清盘 6座清盘 接近清盘 不能这么说了 接近清盘 买了100%加推了11座 这个消耗速度可以说在整个坦州 至少是至少名利前三的 在这样的环境情况下 我们今次就 冲着11座的产品再过来 去看看究竟是怎么样的 还有跟大家再探讨一下 因为这个屋苑 很多人过来看完之后 因为他看不到实地 现在所有的show room 全部都是临时搭建出来的示范单位而已 接着第二样东西 它也是你 无法感受到现在它上面的彩光 以及望湖景的景观会是怎么样的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依然保持着一个非常不错的销售速度 好了 这样的神盘 我们不如进去再了解一下它的产品是怎么样的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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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好吗? 好吗? 好的 好吗? 好吗? 问题简 cas 要找可靠据诚信的代理帮你手 欢迎上我们自家兄弟旺角总店这里聊天 在这里我们可以提供舒适和据私隐道的环境 跟你合谈楼盘细节 前往的方法相当简单 你只需要在油麻地站的A1出口转过来尼敦道这一边 向太子方向走过去 约一分钟的时间你就已经可以来到银座广场了 又或者你可以在旺角站的E1出口 向占沙咀方向走六分钟 一样可以来到银座广场 如详细的地址就是影片的下方 大家好,现在看到就是我们感受国际花城的整个沙咀模型 可以看到它的规模是非常非常大的 目前是分为了有五期去开发 现在看回我们现时所有的位置是在营销中心这里 目前营销中心整个躬是作为了一个酒店式公寓 是发售的,基本上已经受兴了 未来整个屋苑 它包括现在现售的 都是非常齐全的 我们现在看回开发它是如何 由我们营销中心前面这一块 镜头右边这个是第一期 旁边这里有我们的第二期 再对回去在湖的对岸 这边是它的第三期 接着我们再看回营销中心 在旁边镜头左边的这个是我们的第四期 那边的话,湖的对面还有我们的第五期 总共是五期的板块 整个也是一个户景的生态大本 那么这个屋苑目前是有公共巴士 是可以去到我们的港珠澳大桥 以及接驳到香港那边 兼且也是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 港珠关闸,过境澳门的 这里没有记忆,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中珠的公共车站 中珠公共车站 这一边就是它的巴士所在的一个站点 接着它会开出来 沿途也会有一个站点停留的 那么我们看回到呢 基本上一二期,三期这些已经卖入住了 五期也有一部分是已经卖入住的 现在我们主要卖的是我们四期这一边 四期我们的镜头再移一移过来 四期其实看到它也很大的 也配置在自己的小学和幼儿园 四期分为了好几区 大家看到这个有四期一区 四期二区 这些已经全部交流入住了 接着那边,湖边有四期三区 现在我们主要卖的,推荐的产品 就是我们四期四区这一边 跟大家温馨提示一下一点 就是四期四区现在卖的一些单位 是可以看到未来的一线湖景 何谓未来 因为现在的湖大概是到了 销售柳柱后面而已 那么现在还要慢慢地将它 挖过来四期四区这一边 包括四期四区现在屋院的园区也是在做的 就是 湖和园区的园景 是慢慢地要去完成的 所以现在呢 如果是由航拍机看回来 其实对面还是一些 地理的 还需要慢慢地将它挖过来 但是未来就是望未来的一线湖景 我们先看看 四期四区呢 现在主要目前的卖景就是 五、六座 和这个十一座 五、六座基本上没有什么货 最早的那个加推是去到端午节 大概就是新历的6月10日左右 加推了五座 然后五座买了七、八、八 接着加推六座 六座买了七、八、八 就加推到十一座 十一座是去到了八月底 正式是开始加推的 就是大概去到两个月多一点的时间 就已经是清了五座、六座 清货清得差不多了 是非常之快的 我们回看到五、六座 因为它还有少许的余货 可以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五座、六座呢 两边都是一个115平方的 它是做到一个四房的弧形设计的 那么五、六座它的价钱 大概也是去到了我们 11,000多或者12,000多 那么上下一个幅度 那么后面的115厘 都可以望到一线的环境 交楼时间呢 五、六座会比11座要早一点 五、六座的交楼时间的话 大概是去到我们的 2025年的年底的 五、六座的交楼时间 现在是去到了二、六年的年底下 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么我们的镜头稍微 21移过来看看 11座这一边 11座 它也是一个两梯四伏的设计 好了,介绍到11座 现在我们将另外一个角度 大的沙盘 更加按好 放给大家看看 这个是四旗四驱的 那么我们现在 之前五、六座 刚才有介绍到 现在主要卖的是11座这一边 11和12座 我们镜头转一转过来 要注意一下 12座将来 这里其实是有一层建筑 在前面这里 会挡住了一些景观的湖景 但是11座 它就刚刚好 是这一边 没有遮挡 可以看不出来我们的湖景 特别是 我们的11座的01湖景 01湖景更加可以看着这边 斜望到过来 所以大家如果是关注这个 蒙湖景 11座的01湖景 基本上没有什么遮挡 令二户型就会有些少了 另外里面的两货 是看回原区的 户型介绍再说一次 前面看回原区的 两个是89平的 接着另一、另二 是我们的108平方的 这个大家就要注意一下 价钱方面也都大概是 11000 12000 即左右是来个幅度 那这个就是我们之前 主要是在售的 clearance 我们来到了最近 四驱四驱现在在售 这个就是11座 的一个就是12座 目前是在itnessIST 定倒置停 然後那邊高一點點就是五座和六座 OK 我們看到很多朋友比較關心 就是十一座這個望湖景的方向 其實它是這樣的 我們鏡頭的鏡頭轉過來 轉過來一點點 來到我這個方位 來到我這個方位 大家留意到 就是 好像它 來時會有 遮擋其實就是這座樓 現在賣的是這裡 十一座 它這樣是可以斜望著 望返這邊的湖景方向 十一座 剛剛是這樣對出來 我們現在如果是站回正常視角度 應該大概是 近上一座左右吧 斜望的話 是需要斜望的十一座 正望的話 就會被這一座擋一點點 是的 看回它大致上就是 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們在最近的一個 地段 地方 去觀察得到的 OK 我們不如先去看一看 我們示範單位先 移動了它的二地示範單位 那就不在實體樓上面 看看這隻 108平方 做了三間房 再加一間房的一個戶型設計 進來門口先 然後看到我們 在鏡頭右邊這個圓關櫃後面 就是其中一間房間來的 它其實可以是由露台改建過來 因為內地露台是陣送一半面積 所以到時候我們看到的交手標準其實是這樣的 OK 就要自己封窗 出去變成一間房間 這間做一間書房或者單人房 都會比較OK的 然後我再回來看看 鏡頭左邊是飯廳 右邊就是客廳 這隻職就是南北對流雙露台的設計 在目前的現在在售當中的11座來說 這隻職其實可以看到 兩邊都能看到湖景 但兩邊都是要斜望才可以 直望就差一點點 我們先來飯廳看看 飯廳這裡 是我們有 我們的 六人的餐桌 六人的餐桌 餐桌可以放得下來的 將來的交手標準就是我們 軟裝方面就沒有的 就有我們的眼妝 即鋪地磚 還有長身油油 那我就出來看看這個露台 這個是小露台 我們的小露台 將來小露台的視野會是怎樣呢 如果例如說 11座的01戶型 它是可以這樣斜望得到一邊的湖景 可以通過我們航拍機來看看 那斜望那個湖呢 就在這裡挖緊 還未完成 OK 旁邊還有我們的廚房 廚房其實算大的 按照這個尺寸來說的話 兩個人煮的東西是足夠的 肉眼桑看到 除了動得到的東西之外 其他都會是交收標準 雪櫃都要自己購買 好 再回來 這邊到我們的客廳 對了 客廳再對出來就是我們主露台 這隻主露台是和旁邊參觀的房間連在一起 所以它是一個闊身的露台 我們剛才有介紹過 這隻11座 例如說的01戶型 是前後都可以看到湖 也是斜望的 而這個露台是怎樣看的 這樣看的 如果是右手邊的話 它會有一點跟建築物擋了 但是它可以斜望到湖 我們會有段航拍的鏡頭 如果大家有留意過 都可以看到 通過航拍機在上面拍下來 它斜望的有一個好處 就是斜望著那個湖 就是現在這個湖的其中一部分 其中一部分 所以它的湖景是定了 已經成形了 就不會說小露台看出去的那個 是還要有待開快有待滑的 但是這個斜望出向已經成形了 OK 我們先回到裡面 回到裡面 是時候再看看其他房間和廁所的位置 看看公用廁所 公用衛生間 肉眼所見到的 全部都會是我們的交收標準 再看看旁邊 這裡有間小房 這間小房建議大家 用上飄桌會比較好用 它跟很多件不同 飄桌是幫不到的 所以建議要用上飄桌 未來這裡也會有湖蘭的交收 窗口這裡有湖蘭的 大家要注意 OK 再看看對面 對面這間房 就是我們剛才有介紹過的那個 放露台 連我們這個客廳的那間來的了 肉眼所見到其實這張床其實是收窄了 收窄了 所以將來其實到這個位 如果是做三邊陸床 它走到這個位就會比較窄些 最後我們去欣賞我們主人房 這個就是我們主人房 主人房 真的是大飄桌 六尺大床 兩個床頭櫃 做了三邊陸床 然後再來我們的 這裡 預留了的圓關 圓關衣櫃位 可以我們自己做一個衣櫃 最後這個就是 床頭櫃的位置 主廁 OK 我們出回去外面先 那這隻職通常大概的一個 赤價 圍到去 1100或1200元左右 就包括裝修發售 11座那邊 就要看回不同的壺形 01的價錢一定是最貴的 因為它是前後都可以看到壺形 這叫雙網戶 兩邊都可以網戶 雖然是斜網 然後02的話就差一點 雖然斜網都可以看到壺形 好了 那我們這隻 就 11座 2026年的年底 是交收的 那它現在 目前 針對著11座 它是有一個 叫做陣宋近乎全屋的 傢俬電器 價值5萬元的發展商提供的大禮包 要有哪些東西呢 我們 會 可以 我們的證修師 可以 證修師傅 把我們的 照片 就鋪在我們現在 這裏 可以給大家看得到的 我們可以見到 傢俬方面 有床 床墊 餐桌 我們的床 我們的床 床 櫃 沙發 電視櫃 還有部分的衣櫃窗簾 電器方面的話 洗衣機 跟著電視機 熱水爐 熱水爐 還有 它有 冷氣 還有 原延的吸頂燈 基本上 近乎 是一步到位 自己買些 被鋪 可能就可以 住得 OK 這一個就是 目前 11座的一個 銷量開放 我們現在現時位置 是屬於錦袖國際花城 一個康體中心 即是它的會所 其實我是說真的 因為它由 早期第一期開始 到現在已經 都比較長時間 所以康體中心 它的外觀看起來 是有些年份 但是它明明的康樂設施 是齊齊的 其實現在康體中心 基本上是 外包了給第三方 作為了一個健身 或者是游泳池 我們可以看到這裏 這裏是它的前海 接著出來這裏是 室外的標準泳池 我們簡單來看看 有人在這裡 游泳水 就不太方便 有這麼多 OK 接著這裏 我們在第二層 它暫時就沒有 一層這一邊 裡面的就是 它做 健身器材 裡面可以做健身 力量營 我們看看可不可以 自己參觀 你好 他們先去拍攝一下 噗一下 這裡做降臨 全部都是其他器械型的 做磚型的 做磚型的 力量型的 是的 來看來 來看來 這部機器 各方面的東西 這個就是它的匯所 其實不是說大的 不是說大的 有很多一些匯所 它是有其他一些 東西 例如說餐廳 各方面的東西 但它這裏就不是這樣 就不是這樣 餐廳 它外面的街 已經有了消費 有了地方消費 所以它匯所 基本上就是以 健身類型的為主 剛才問過 它這裏是 它這裏是 以 那個 做 健身 健身 為主 它這個 會爽 那 其他你說 如果是打籃球 或者 羽毛球 各方面 它是會有其他室外的 可以提供給大家 OK 我們如果在這個門口位 其實是怎樣看到呢 經過了 這邊二三 二三四期 二三期 那邊 現在這個湖 再對出去最遠 有外牆 綠色棚架未拆那邊 就是現在在售當中的四田四驅 由那邊就可以一路走過來 如果說是要在匯所這裏作行消費 這屋子真的非常非常之大 那邊走過來都需要一定的時間 OK 那我們就參觀了一下匯所 有興趣的 可以也是 來到這邊 或者參觀一下 或者買了這裏的朋友 都可以過來這邊看一看 花城呢 我們又看完了 那他今次新加推的這個十一座 是雙忘湖的產品 其實都比較稀缺 之前的話 他推開幾座 其實只有一邊的露台 是看得到湖景 但這個可以實現得到 兩邊都看得到湖景 是比較難得 我們做一個簡單的總結 如果是關注這個樓盤的朋友 有幾樣東西可能大家可以接受到的 第一 他交的時間比較遲 而去到2026年的年底 目前11座 如果是5、6座的漁貨的話 大概是去到2025年的年底就可以了 單盤前鋼收 第二樣東西 因為目前裡面是工地 私人工 你是想不到去看實際的情況是怎樣的 你不會了解到它的採光 不會了解到它裡面的一個流程式的高度 景觀那方面 可以通過我們航拍機做一個簡單的參考 而你說裡面的格局會不會有所變化 因為始終你的show room 現在是做了在異地這一邊 將來裡面會不會按比例 甚至是會不會有些地方 凸了條量出來這樣的變化 我相信這個擔心其實都不算大 因為它由第一期開始 當時賣到現在第五期的部分產品又賣了 第四期的部分又已經加了樓 賣了這麼久 都是在用這個公園這邊的示範單位 熱地示範單位作為它的賣店 如果是貨不對版的話 當時的很多 我相信這些其他其數這些 很多屋主 早就已經是炒飯了這個售樓柱 相信 所以這點就不需要太擔心 而且管理確實也做得比較好 可能正因為有一批老業主這樣的支持 在現在這樣的情況下 它依然看不到實體樓的情況 在賣樓花的情況 依然都可以有這麼好的一個銷量 其實是真的很難見得到的 很難見得到的 而且價錢來說 在坦州其實都算是比較低稅 性壓比比較高的一個屋園 看看大家能不能夠接受得到 接受得到就選擇 不需要說一定要選擇它 這個就是我們給大家一個建議 還有還有一件事就是 因為它這個壺 四旗四區的壺 其實還在挖著 將會由這個壺位 一直延伸到過去 現在去到11座的下面 前面的主樓台 看出去就是這個壺景 但是後面的樓台 看出去的那個就是要挖的 將來它挖的地方 要多久時間去圓工呢 還是會說跟第四期的那個去一齊呢 因為這個都還未清楚 做就肯定做的了 但是具體要多久去做才能夠 給到一個好的湖景 大家可以看到 即使我現在讓你上到示範單位 上到實體樓上面去看 你現在看去下面 都還未正式交到湖給你 所以我們的展示區 都是看在這裡 不過其實真的 相信感受 它做得都是漂亮的 做得都是漂亮的 感受在很多地方的屋苑那個 交收各方面都是受到別人的青睞 這一點就是我們給到大家的一個方向 那麼這個屋苑就比較大 那麼匯所各方面其實它都是有的 都是有的 那麼我們就 有機會可以自拍其他這樣的設施 給大家去參考 好了 喜歡這個屋苑 或者是想過來了解一下 對比不同產品的朋友 歡迎呢 也可以通過我們的聯絡方式 聯絡回我們 各地新政推動成交再度次言 2024年房地產市場再度備受關注 你有沒有興趣跟我們自家兄弟過來 大灣區這邊在那裡 自家兄弟現時為客戶度身訂造專屬行程 無論在口岸的預約接待 又或者在香港這邊直接出發 提供點到點的提楼安排 帶你品嘗當地特色美食 進責為你提供各個樓管的資訊 提楼全程無壓力 讓你可以輕輕鬆鬆選購深水單位 然後簽署應購書一刻 我們的服務才是剛剛開始 無論是匯款簽約代辦手續 我們都會為客戶提供貼心而全面的協助 後續我們還會提供自家兄弟的專屬管家服務 由買樓、收樓、驗樓 到單位的軟裝精裝設計 以至是訂製家師服務 自家兄弟都能夠為你一一辦到 可以和你一起選購裝修建材 以至是單位裡每一個細小的組件 更有提供資訊豐富的網上平台 讓你自主了解各個樓盤的詳盡資訊 無論是市場熱華、獨家折扣、熱賣靚盤 我們都第一時間通知你 我們承邀你跟我們到灣區各個城市 選購你的深水單位 專屬訂製路線考察 可以天天出發 灣區的生活有多美好 讓自家兄弟帶你來了解一下